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震后几天 师父到南海寺来看望弟子们 在三楼佛堂开始到一半的时候 又地震了 我们赶紧跑出去 等到地震平息以后 因为担心还会有余震 所以不敢马上回到大楼里 就在一楼的玄关坐下来 这个时候 师父看着大家 应重地说 你们一定要活下来 因为众生需要活法 学法的人活着 众生才有希望 一个人在他性命交关的时候 心中的信念 应当是他内心深处 最深切 最真实的信念 他最真切的信念 不是他自己 而是教法 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之后 师父指示僧团 要储备粮食 还要我们每一个人 准备一个小小的背包 我们称为急救包 灾难来的时候 可以随身带着走 并且指示 要把重要的经论 用塑胶纸包好 密封与防水 放在箱子里 土放在台湾 以及海外的书的地方 地震不久 师父很快地就指示 要出版小本的背来 以及刑事抄 在同年的十一月 这两本绿点就出版完成 发给大家 放在急救包里 师父曾经说 所有佛菩萨 共同的使命 就是把把留在世界 佛菩萨 令法九柱 令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愿 在师父身上体现无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